沿着中华路二段364项前行约2分钟 可以抵达我们的中益国小 未来万大县的下安站就是在中益国小的旁边 现在我们看到两个社区的名字 分别是富华蒲园以及慈安首喜 那再来我们把镜头如果再往左边带 这边接下来看到的社区是乐群花园新城 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位于 中华路二段416项上面的新和首喜 这四个军宅的社区常常被客户拿来做比较 分别从刚刚一开始在最靠近西藏路的富华蒲园 以及再来是我们的慈安 再来看到我们现在左手边的乐群 以及待会要看的新和首喜 这四个都是军宅型的产品 规划都是以三到四房的产品为主 总价带都约没在3000万左右 那唯一的差别是在于说 他们的社区的基地大小跟部分的管理不一样 但是室内的格局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步行到了我们新和首喜的对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分成三个洞 相连的三洞 分别中间的C洞 以左手边的A洞 及右手边的B洞 那待会要看的是中间C洞 我现在框起来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楼位在416项 中华路段416项大门 那它的进出都必须要用磁扣感应 那待会我们会从车道口旁边的侧门 带大家进去这个社区去看 那顺便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这四个军宅刚提到的 富华、池安及热群以及新和 个人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刚看到第二栋池安 它是这四个军宅社区 唯一没有垃圾处理的 而且它的接扣被分成三个接扣 那其他的接扣都像这种完整性的 那在左右两旁都有退缩4米的人行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车道出口的部分 我们的B1主要规划机车位跟部分的拨平车位 一样都采用双车道的设计 进出采用e-tag感应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到我们的社区的中庭去看 首先你进来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边有我们24小时的一个管理室 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西洞的一楼 那在前面看到这个空间 一到五是我们的总干室的一个办公区 那在我们把镜头往右手边带 可以看到它利用一楼中庭的位置 有做一个儿童的游戏区 那在马路对面看到那边 是我们的新河国小 新河国小目前正在改建工程 预计约111年中左右会完工 它的校色非常的新颖 目前已经有完成一部分的校色改建 再我们看一下我们西洞的外观 从侧边看过去 接下来我们准备就直接进到我们的建屋室内去看 那一样我们的除了刚刚进来的大门有持扣管理呢 像我们现在这边进来也需要持扣管理 一层规划四户公用两部电梯 其中一部电梯可以达到地下室B1及B2 那我们的垃圾处理区位置位在我们的B1 那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小工梯间 我们先出来一出来看到我们左侧的部分 左侧部分呢 如果我们把镜头往下面看了 是我们刚从侧门进来的一个位置 再我们把镜头移回来我们的电梯 右手边的这一台电梯呢 是可以达到地下室B1、B2的 那左手边的不行 那另外在我们到我们住户区的大门前呢 一样有我们的消防的一个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规划呢 分别是左边两户 右边两户 然后呢一样双淘身体 那在这边呢一样有对外的一个开窗 社区的规范呢 是我们禁止摆放鞋柜等其他的用品 那我们的始造用途呢 是多户住宅 高度呢 10楼以下呢是3.3米 那11楼到14楼呢 高度是3.5米 因为有洒水头的设计 所以他高度做的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看到其中一个逃生梯间 那待会另外一个逃生梯间呢 我们就不特别带大家去看了 那这进到房子之前呢 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 右手边这边看出去的一个view 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到房子室内 我们社区的垃圾处理区呢 位在我们的B1 那他的开放时间呢 除了礼拜天没有开放 其他时间都有开放 只是他的时间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到晚上到8点半 所以如果下班时间比较晚的客户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首先一件我们室内看到在右手边的墙壁呢 是我们的总开关箱 那他的房子的规划 真的这四个社区的格局几乎都一模一样 除了坐向跟楼层的不一样以外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前面 客厅前面的是我们前阳台 我们先从前阳台看整个主要的客厅 看出去的view的感觉 这边的朝向呢是朝向南面 那看到前面有一个12楼盖比较旧一点的社区呢 那个是我们的青年新城 尤其是青年国宅 左左边看到的这个是B洞 一样跟我们是14楼盖的一个联动式建筑 在我们把我们的镜头呢 带到我们的右手边 可以看到 右手边名是同样一个社区 但他右手边的规划的频数呢 就是只有9楼盖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乌凸的部分 那右手边看到的窗户呢 则是我们第一间卧室的窗户 我们房子的主要的采光面呢 像我们的前阳台客厅跟两间卧室及主卧房呢 都是以朝南为主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回来室内 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右手边呢 是我们厨房连接我们的后阳台 那我们也只我们中间的走到进去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 左手边的规划两间卧房 房子走到底呢 是我们的主卧室 我们先看我们的卧房的空间 这边的开窗面呢 一样跟客厅都是朝南面的规划 那另外我有把地下室的 地上的抛光石英砖呢 特别有帮大家做 比较久的停留 主要是因为有些客户会需要量室内的尺寸 一个抛光石英砖呢 标准是60x60公分的 那再来我们准备进到我们的第二间卧室 第二间卧室就不特别帮大家做介绍了 房间的大小呢 跟第一间卧室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的学区呢 国小是新河国小 国中呢有四个学区 分别是万华 双园 龙山跟古庭 万华 双园 龙山跟古庭 我们的基地面积呢 总共分ABC三栋 总基地面积有5290平方米 5290平方米 步行到未来我们的下安站 也就是刚刚从影片开始的 综艺国小看过去的一个方向呢 约7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客位的部分 客位的部分呢 它把洗手槽独立在外面 那一样都有对外的开窗 上面开的两个气窗呢 都是通向我们的后阳台 那客位的部分目前是规划一个 干湿分离的领域间 这都是原始建商的规划 我们看一下我们领域间的一个领域设备 再来我们准备看到我们的主卧 在进到主卧之前呢 我们顺便讲一下整个社区的频数规划 频数规划呢 B栋大概都是55平行的产品 那我们C栋呢 也几乎都是55平行的产品 ABC三栋基本上都是55平行的产品 那有频数比较大的是64平的 现在我们在主卧室的部分 可以看到开窗面有两面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样是朝南 刚好面对我们 A洞的九楼的乌突 那再来我们待会会把我们的镜头呢 伸出去我们朝西面 因为我们这个开窗的多了西面的一个朝向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动具视野的感受 现在我们把镜头伸出去朝西的一个方向 这边朝向呢朝向万大路 可以看到我们的双核市场 前面那边有一整排大概一楼盖的 那边就是我们未来的双 我们的双核市场 那右手边呢 是我们中华电信的一个南机场营业部 这边一样是看到我们A洞的乌突 那另外看到有些客户呢 它在进到我们的主卧室卫浴前的 这边会把它再隔成一个更衣室 主卧室卫浴跟我们刚客位的比较大的差异在于说 这边有一个泡澡的浴缸 它就没有像刚刚做一个干湿分的空间 那因为一样它有对后阳台的一个开窗 那上面呢则是我们的管道间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准备去看我们的厨房 我们就把从我们走到厨房的中间的过程呢把它做修剪 现在我们来到厨房可以看到它目前是规划一个L型的一个厨具 这也是原始建商附赠的 那包含上面我们的烘碗机 以及我们的双口瓦斯炉跟排油烟机 在后阳台的部分呢 一样有我们的天然瓦斯的管线跟瓦斯表 以及我们的热水器都会是规划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的管道间呢 它有特别做铝铁窗的把它做隔榨起来 比较美观 现在前面看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一样把我们的镜头呢 伸出去我们的后阳台的窗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view的感受 刚好我们的后阳台对后阳台 那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宫梯间的窗户 以上